HELLO 大家好 我是SNH48 Team S2的莫莫 穆涵 HELLO 大家好 我是BH48 Team B的段宇萱 HELLO 大家好 我是SNH48 Team S2的張宇格 我是SNH48 我是Kiki 徐佳琪 我是宋欣然 HELLO 大家好 我是SNH48 Team S2的代表 我是SNH48 Team S2的孫瑞 HELLO 大家好 我是SNH48的配信员 HELLO 大家好 我是BH48 Team S2的蘇生生 HELLO 大家好 我是SNH48 Team S2的小玉琢嫩 這個元宵是怎樣的 你知道元宵的湯圓有什麼去年嗎 我知道一個是滾出來的 一個是爆出來的 一個是滾出來的 元宵是滾出來的 我來到上海的時候你知道嗎 上海有一個我覺得非常喜歡的 我知道 什麼 鮮肉月餅 鮮月餅的中途點少 那是鮮肉湯圓 對 鮮肉湯圓 對 鮮肉湯圓 而且它不是圓的 鮮肉湯圓做的是有一個尖的 就是為了區分我的天哪 我第一口吃的時候我的天哪 還是他們覺得很好吃 你知道嗎 你吃過嗎 我沒有吃過 想吃一下嗎 我不想 因為我覺得元宵湯圓的這種東西 應該是甜的 對吧 你喜歡什麼餡的 我喜歡芝麻餡 但我吃不來那種水果餡的那個模式 我覺得很奇怪 現在還做那種藕粉那種 我知道 就很滾味 然後 譬如說那個湯圓比較的低糖 這還蠻好吃的 哇 我吃你的 我喜歡比較吃 你能吃嗎 我能吃很多 但是 你知道我們就是乾脆糖嗎 一般 一般就是不但是你想吃幾顆不幾顆 真的慘 真的慘 而且我現在還很偏愛這個 就是九樣小圓 對 而且你知道嗎 我喜歡的是那種 小圓子一定要帶餡兒的 不是很多九樣小圓子 不是很多白的 不要帶出來 為什麼我們要帶什麼餡兒 吃黑芝麻蝦啊 就是它又小 我要給韓柳蝦多爽 不要那就是吃湯圓了 那你又吃糯米啊 小圓子 小圓子和湯圓 是要去分餐的 湯圓裡面是有餡的 小圓子一定不能有餡 小圓子要吃有餡 小圓子有餡 小圓子有餡它就破壞了 它那種小圓子的糯米那種感覺 不 我就少也不少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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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不要 你別走 祝大家元宵節快樂 要吃好多的湯圓 小圓子和湯圓的小圓子 不要吃虾的那個 黑芝麻蝦的小圓子 不要 不要 炎香節馬上就要到了 你們都喜歡吃什麼味道的炎香啊 我呢 最喜歡吃黑芝麻味的炎香 我覺得除了黑芝麻味以外 其他都不是炎香 你知道嗎 我小的時候其實就開始非常非常喜歡吃炎香了 但是呢有一次 那個時候好像是我第一次吃炎香 我發現這個元宵跟其他的麵包饅頭都不一樣 我吃這個元宵我驗不下去 就是小孩子真的驗不下去糯米這種東西 我就非常非常著急 我就很想把它驗下去又驗不下去 然後這次經歷真的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直到現在我每次驗下去的時候 我都覺得自己很厲害 嗯 元宵節馬上就要到了 祝大家元宵節快樂 一定要多多吃元宵哦 現在馬上就要元宵節了 然後你元宵節之前就是有什麼習俗嗎 你是 不是那個 北方還是 嗯 北方呢 你們北方那邊是有什麼習俗嗎 或者之前是過元宵的 就是吃湯圓啊 就是吃湯圓啊 對啊 我記得元宵節好像就是吃湯圓吧 但是我好像從小到大沒有特別多的 就是元宵節一定要有一次感的那種感覺 所以這次呢應該就是吃湯圓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請大家吃湯圓 對 所以就讓大家看湯圓吧 然後現在把我們拼了兩個湯圓 對 祝大家元宵節快樂 今天呢是元宵節 祝大家元宵節快樂 也祝我自己生日快樂 明年的元宵節呢就是2月8號 是正好在我的生日當天 其實呢就是我自己也挺驚訝的 不要想要今年就是這麼多人 一起給我慶祝生日 謝謝大家 不用嘴巴上不用多說 那個微信上面就是懂 大家都懂的 只有買湯圓的錢 因為我家是上海人嘛 但是我爸爸那邊的都是北方人 所以就是因為湯圓是南方教法 元宵是北方的教法 其實在我家就是這兩個東西其實都差不多 就是我媽就要吃湯圓了 我爸也就要吃元宵了 希望大家可以元宵節和自己家裡的人 一家還原快快樂樂進行航空 我記得每年的元宵節 我們家都會聚在一起 然後煮元宵吃 然後這是我們家壁幹裡的事情 就過年 所有的節日 基本上就每個節日我們家 就一定要開Party 一定要聚會 然後一定要過節 然後其實就是藉著這些節日 來大家其樂容在一起 就一家人 然後呢希望大家元宵節快樂 得得吃元宵 馬上就要到元宵節了是吧 對 那今天在這裡祝大家元宵節快樂 元宵節快樂 那你們那邊習俗班元宵節要吃什麼 是湯圓 你喜歡吃什麼 我喜歡吃就是各種各樣的湯圓 就是什麼草莓味的 然後還有什麼花生醬味的 然後還有什麼肉餡的 然後還有那個榴槤味的也不錯 榴槤味的湯圓 很好吃的 你給我精神世界受到了衝擊 你有沒有吃過榴槤味的冰皮月餅 還真的沒有吃過 真的很好吃 但是我們這邊吃的 我不知道是叫元宵還是叫湯圓 都反正我小時候吃的肉餡 和黑芝麻餡 黑羊沙 黑羊沙 我不知道那個用子通話怎麼說 反正用上海話就是念哈羊索 哈羊索 對 蠻標準的 黑羊沙湯圓 就比較多 但是後來現在不是有那種水晶湯圓嗎 但現在出來之後我嘗試了一下 感覺也不錯 對 我感覺就是非常喜歡湯圓 頭像都是湯圓 那已經是一碗湯圓 你知道嗎 我第一次加上我 什麼你的頭像居然是一碗 就是小湯圓 已經是一年前的我了 我現在是個服務 是嗎 你也太不了解我了 雖然那個頭像我真的用了三年 因為我真的還蠻愛吃酒釀圓圓 哦 那也在這裡 我代表 廢勤圓 代表自然家 祝大家元宵節快樂 團團圓圓 和家幸福 元宵節馬上就要到來了 首先祝大家元宵節快樂 然後其次來告訴大家 我平常是怎麼度過元宵節 就是平常因為小時候呢 大家就會嘲笑我說 那元宵節就喜歡一周的節日啊 因為它長得像個湯圓 好好好 就是這個樣子的 就是很圓的東西都跟我有關 所以我覺得也挺好的 我平常吃湯圓呢 會喜歡吃芝麻餡的 和花生餡的 但是首次還是芝麻餡的 所以請大家多多吃湯圓 多多愛我 對 謝謝 謝謝 謝謝